刚刚接触了一个活去华阴的 然后拉的是瓜子干果之类的 现在正在装货了 这个老板卖瓜子的老板 是我们河南商丘人 等一下买货的老板要跟着吃回华阴 未央北 我们去华山了 已经到目的地了 106公里 这里离华山景区只有8公里 然后这个叔叔呢 他华山上有人 他说他可以免费上去 我说那你给我搞张票 我请你吃饭 他笑笑不语 我说我饿死了 他说等一下给你做饭吃 我们一路聊了好多 这个叔叔他有四个孩子 三个闺女一个儿子都过得特别幸福 然后其中有一个女儿就架在这附近 然后他也是开店的吧 他买这些就是瓜子花生啊 南瓜子啊葡萄干啊之类的 他是摆摊去卖的 然后他闺女刚刚给他闺女打电话了 叫他闺女过来帮他卸货的 还有他女婿 买了差不多有4万块钱的货来 等他卸货吧 现在已经几点钟了 现在6点15分 看一看要多长时间能卸完呀 光装都装了40多分钟呢 卸应该会比较快一些 6点50开始卸货了 我已经走了 卸完货了 永兴长乐五里村 现在已经7点52了 刚刚卸完货 然后出来 哎呀卸完货之后 因为那个叔叔知道我没有吃饭吗 因为我在回来的路上 就是开车的时候 我说我今天中午还没吃饭呢 我说我好饿呀 我说等一下卸完货之后 我就立马找个饭店要去吃饭 然后他就记在心上了 然后卸货 他女婿和他女儿 还有阿姨 他总共4个 然后加上我5个人 卸货还是挺快的 我就大帮手卸了 我就想着赶快卸 卸完之后我要去吃饭 卸完之后我卷身都是痛的 因为他的东西都特别重 都是那些八蛋木呀 腰果 葡萄干 瓜子 那个蚕豆 还有什么 红糖 冰糖 大枣 真子 还有什么 就反正就那些干果 就特别特别重的那些干果 然后一大车嘛 满满一大车 我感觉得有两吨多 然后去装货的时候 那个老板说还一点多吨 我觉得两吨多 卸完货之后 我车子开起来轻得很 然后叔叔知道我没有吃饭嘛 就是在没有卸完货的时候 叔叔就让阿姨去做饭 阿姨非要过来搬货嘛 然后就是快要搬完的时候 叔叔又让阿姨去做饭 然后本来说给我泡个泡面的 叔叔说去做饭做饭 非要做饭 然后就下了一碗面条 我吃完之后 全身上下都是热乌乌的 第一次在别人家 就是吃人家的饭 然后叔叔 给的现金 他手机上没钱 他给的现金 总共是460块钱 今天多少钱 460 130 30多 140多 总共多少钱呢 大家算一下 今天收成还不错 我现在找到一个露营地休息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是在往榆林方向的一个停车区 这里就像一个露营基地一样的 然后有几个停车位 然后有卫生间 不过这里因为靠马路比较近 大车会比较多 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睡得着 应该能睡得着 因为我今天搬货了 我现在全身都是痛的 好了不说了 我要洗洗赶快睡觉了 哎呀 这个单双线号真的是好讨厌呀 刚刚你看 接到这个火 这个蛮多的 因为 一旦单双线号线号的话 就会有很多车子 就是干不了活 所以 这两天 那个露营营都爆单了 都特别多的单子 哎呀 明天又回不了 西安 我现在 在 蔚南 立华山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好了不说了 睡觉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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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